杨茜茜 杨茜茜 而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一下 Janet Yellen 抵达了中国 在她抵达中国的时候 事实上中国对她是高规格的接待 很多人说她没有红地毯 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总理 李强见了她 那么从美国的地位来讲 对等她是部长级的 所以应该是见其他的部长 可是第一个是总理见了她 第二个是周小川设宴 上次布林肯去北京的时候 是习近平还接见了她 那这次是李强见了 Janet Yellen 就是说他们知道 她代表美国的各派人物 所以对她没有铺鸿地毯 但是给予相当高的一个礼益 然后周小川就是前任的人民银行行长 也等于是他们的央行行长 当时是 Janet Yellen 是联准会的主席 就是我们是老朋友的意思 她特别设宴款待了 Janet Yellen 那么中国大陆 关于她到中国去的报导 关于 Janet Yellen的报导 就谈到说她第一餐自己先去吃饭 就朋友讲好了先去吃饭 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官方访问之前 就吃了云南菜还挺会拿筷子的 看起来她的报导是属于官方 对待是要友善型的 但 Janet Yellen一抵达的时候 她必须先表达美国的立场 她首先先用鹰派的说法 她说北京 你不应该对待美国的企业 有歧视性的待遇 但是接着没有多久 她又走向了她原来鸽派 相对于美国何多其他鸽派的部长级的说法 她是一个鸽派的说法 她说中美竞争并非赢者通吃的局面 希望双方有一套公平的规则 来管理这个竞争 那我刚刚特别提到 在这次造访里头 中国总理李强接见了叶伦 他谈到了美中关系的金利峰以后 应该可以见到彩虹 所以双方是往希望好一点的方式发展 而不是说你禁止我使用你的运算运算 我就让这些产品不能出口 然后再丢下去 我就反制你都原子弹 我给你稀土也不出口 不是用这个方式 似乎不是用这个取掉 双方都在竞争 可是双方都知道不可以做零和游戏 这是美国财长叶伦2021年上任后 第一次访问中国 纽约时报分析 这趟访问意义重大 尽管相较于川普政府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语调较不敌对 但中美目前在经济和安全议题上的 举语和对立 不但没有解除 甚至持续恶化 因而叶伦这次出访 美方并未预期 他将能奇迹似带回突破性成果 重点是和中国重新建立对话 稍微解冻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 之间的冰封状态 稳定双边经贸关系 出访前一周 他接受MSNBC专访 表示两国需要讨论彼此之间的分歧 才不会误解双方的意图 在美国政坛中 叶伦对中国的立场可说是较为鸽派 然而在他抵达北京前夕 中国7月3号突然宣布 对家者出口实施管制 这两种金术都是制造先进晶片 所需的关键矿物 因此外界解读 北京此举是反制美国对中国 实施的半导体禁令 隔一天消息再传出 拜登政府正打算限制中国企业 使用美国云端运算服务 这意味着亚马逊和微软等供应商 若要提供中国客户服务 必须先取得美国政府的课准 中国现在看起了《 Wall Street Journal》 提供了解证明 他们可能会被禁止 接触了解证明 使用美国政府的用户 使用了解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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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政府在对中国取得先进半导体 和晶片制造机械等关键技术上 实施了诸多限制 理由是担心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些限制阻碍了中国开发 人工智慧和其他险境技术的努力 对此 中方始终如梗在喉 不是滋味 六月间刚去了一趟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明白表示 阻止北京获得可能用来伤害 美国的技术符合美国利益 国家安全可说是拜登政府 中国政策主旋律之一 叶伦也表明不会脱离此一轨道 拜登政府正在延商进一步控制先进晶片 以及美国对中国尖端技术的投资 但相关规定目前仍未出炉 在中美双方不断堆砌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之下 美方的心结也不少 像是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 使得在内地营运的美国企业担忧 恐怕会被迫和中方分享他们所有资讯 无疑的中美这些利益冲突 都是叶伦此趟访问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叶伦的兼具任务之一就是设法说服中方 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像是多元化供应链的有岸外包 还有保护国家安全的行动 不是要挑起更广泛的经济战 叶伦7号在北京会晤美国商会代表时 也再度表明美国没有寻求和中国脱钩 毕竟中国仍持有近一兆美元的美债 而且尽管中美关系陷入冰点 双边贸易却是欣欣向荣 去年贸易额甚至写下历史新高 从iPhone 太阳能板到大豆 总额近7000亿美元 因此若突然切断关系 可能替两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虽然叶伦支持和中国的经济关系 并反对对中国加征关税 但对中方赴宣布的出口禁令 以及公安突袭搜查再划美国企业 这类他所谓中国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做法 他也不假辞色 7号下午拜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时 叶伦直言 美国寻求良性的经济竞争 这种竞争并非赢者全拿 而是一套公平的规则 华府在特定情况下 会采取针对性行动 保护自身国家安全 中方虽然在叶伦抵达前 升高了中美科技战 李强在和叶伦面对面时 则使出善意 表示希望中美关系雨过天晴 他并对叶伦说 中华文明向来讲究以和为贵 反对霸道霸凌 呼吁美方秉持理性务实态度 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叶伦也会晤了中国前副总理刘鹤 已经退休的刘鹤 被认为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亲信 他与叶伦的会面并未对外公开 预料恐怕少不了一番叹帅的对话 除了晶片技术与贸易管制 中美之间的争议 还包括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经商环境恶化 汇率操纵 以及中国不愿意让部分开发中国家 及欠中国的巨额债务重组 摊开来看 全都是棘手议题 对这次叶伦的中国行 各界多半并未抱太大的期待 若能为未来持续对话建立其管道 甚至为今年秋天拜登和习近平 高峰会预先铺路 燕伦或许就不算是空手而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顶向另一 attenda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